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精算產品包括 蜜通斐雷 夜光特別版 身土不義愛香港 咳神手筆 陳雲國師 成邦會戰勝歸來 還有抑問新書 本土民主反共正論集 歷史幾寸都有 十大權神修訂版 李宜先生新作 最壞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記得入場支持啦 特備節目 神秘之夜之徒靈1.0 就是劍橋無間道 我們剛才提到這套戲 有歷史所伴 有真人有演員 現在我給大家一個對照 第一個 就是 男主角 真人徒靈是怎樣 第二個就是年少的徒靈 有另一個人做 第三個就是他女兒 John Clarke 女演員比真人漂亮很多 第三個就是奇王 其中一個副手 後來升了做他組的組長 Hill Alexander 這個是傳奇人物 第二個就是他老鼎 也都文說這套戲 有過分抹黑老鼎的情況 你看看男演員的樣子 也是兇誠惡殺的 然後 分封人物 分封人物 OK 就到這裏了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John Clarke 就是蘇聯的臥底 也是劍橋出身的 他做他那位的螢幕上的代表 這位演員跟他都不相似 是的 比較雖然 差很雖然 連蘇聯 連二撇雞也免得 對 完全不同的 是的 究竟這個John Clarke 是甚麼人呢 這個John Clarke 其實到了近年 他被證實其實是劍橋的第五位臥底 如果早年 就是當這幾位臥底被揭發的時候 就逃亡去蘇聯之後 當時都知道有不止他們 所謂叫Campage Ring 劍橋幫 劍橋的臥底幫 當時以為只有四個 即是點了名字是四個 其實有第五個 有沒有第六個 不敢排除 可能到那年之後 原來有第六個 但現在一般來說 Campage 5 即是有五個沒有計算 這是最後一位被揭發 即是John 是的 這是甚麼人呢 簡單來說 其實他早年是一個語言學專家 這個比較奇怪 因為去到這個解碼造 在那個年代 原本是早年是一些專讀語文的人 舉個例子 譬如你德文很好 你看這些馬的時候 當然在德文就得心應手 你猜就得心應手 但去到屠靈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這類人 這類人 就是數學專家 於是屠靈 剛才我們看那個trailer說 是誰計數厲害的 就入到這裏 剛才我們說這位 Hill Alexander 他不但只是奇王 還是數學的高手 但John Caron Cross這位朋友 有些不同 他亦是語言文高手 他最擅長的就是德文 後來法文他都可以 奇怪的是 我在圖書館找到這本書 這本書就是拉鮮 拉鮮 拉鮮其實是一個法國經典作家 雙女處就是英國的沙士比亞 或者是這個 無論怎樣 中國的曹帥琴之類 法國人以他最為榮 一個大問號 劇作家 竟然原來這個翻譯是他做的 實際上是他來的 換言之今時今日 在圖書館找到他的書 即是這個John 原來不單是一個解馬員 這麼簡單 是的 這本書裡面有這個人的傳記 簡單說說 他在加斯哥大學 即蘇格蘭 和法國索邦 和劍橋的Trinity College 就受教育的 那一段時間他在英國的公務員裏面 就工作 跟著在羅馬 跟著就成為這個聯合國 在駐曼谷的一個編輯 跟著就去到這個美國 就教法曼 那他在說這堆東西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提到 他曾經是蘇聯的臥底 這個簡單傳記 我覺得就是這位作者自己寫的 他就沒有提到這件事 或者他跟這些特務有關的事情 沒有拉上關係 沒有拉上關係 他完全沒有寫到他 第二世大戰的時候做過這些事情 所以有時候 大家看書的時候 是要小心一點的 即是一個錯 一漏了眼 你就只知道一個事實的某一方面 原來這個人是這套戲的 是其中一個角色 是一個關鍵人物 是的 那究竟他是甚麼 或者他當時做過甚麼 很簡單 如果你看現在維基百科的傳記 就是他在30年代已經被招攬成為 蘇聯的駐英國一些機密組織的臥底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公職 就是當在納粹黨 即是當希特拉去打蘇聯的時候 他有一場戰役入面 由於英國解密了德軍的一些密碼 是 就知道一些很機密的資料 那個就叫Battle of Kursk 庫茲克戰爭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涉及坦克的大戰 是 是 就在蘇聯打的 但是英國就知道很多事情 不過知道英國很多事情 就不告訴希特蘭不知 或者說了 又不說消息來源在哪裏 就是說紀圖和梁錦祥今晚會在旺角 柏南街去吃飯 但是他又沒有告訴他 那個醬汁在哪裏 那麼 史達林這件事就相當敏感 或者有少少不信任 於是他就要有些臥底 他就要知道究竟這些消息來源在哪裏 是 原來發現這些消息來源是得自英國的情報人員 解碼了德軍的密碼 所以知道的 由於這樣的時候 這個信息應該又準確 可以信 結果這些資料加起來之後 就導致了 幫到 不要導致 幫到蘇聯軍打敗了德國 在那場戰役裏面 這件事裏面他就居功不少 是 好了 再次重申 就是當時 他也是在Blanchett Barclay這個地方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地方 就跟陶寧一起做一些交往 但是兩個沒有碰過頭 因為不同地方 而且保密的工作 是不容許兩個有接頭的機會 這件事何時揭發呢 就不得不說另一本書 也是一本相當之好看的書 我相信幾圖都對這本書有些人罪 如果說那個事件 就叫做報諜者 這個報諜者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報諜者 就是英國一位情報人員 叫Peter Wright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應該是MI5的一個特工 也就是資深的特工 由於跟這個英國的官方 或者跟這個 他露定有些爭辯 在他退休之後 就大爆突爆整個英國特工組織的資料 當時戴卓爾是主政的 他嘗試要將這本書 令到他出不了版 出不了版當然 因為他入面涉及到很多英國 認為是國家機密的東西 當然不像今時今日 羅湖橋以北的各個地方 就隨便拉來坐牢 但他嘗試禁止他出版 但結果他在澳洲 就找到這個出版的機構 裡面有沒有一些章節 要被迫生死 我不知道 但看這本書 其實相當之有趣 而且相當之多了爆 如果大家寫到這個特務的電影的時候 我真的誠意推介大家 去看裡面的矯段 他跟John La Carrée 也有得比較 但他寫的東西應該是真的 是 他在這個電影 我想這部電影 他寫那個戲中戲的時候 即是一些叫隱蔽戲劇的時候 他都對於這個人物 都很好注重 尤其是MR5裡面的 那個在解碼的範圍 有什麼作用呢 而他的作用會不會跟 那個英國的軍方 是百分百配合呢 這個就是這個故事裡面的關鍵 是的 這本書很奇怪地 我今天看新聞 又跟這本書有間接關係 我估計作者死了 但當年跟他辯護的律師 澳洲的律師 竟然成為今天這個澳洲總理 他因為這個黨內的挑戰 可能下台的這個神雞人 就可能是他做的 是 我今天剛剛才看到的 所以這個人 你跳到今時今日 隔了這麼多年 你再從人物的網絡 你會看到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聯 是的 好玩就是這個 其實我那部戲 現在出都是有這種 你會看到挖了鬼腳在那裡 找到一些意圖 大家可以接軌到 即是如果你 在電影看完之後 你有那個時間去引伸下去 其實相當相當之多刺激的新聞和話題 我想今次台長你開這個專題 這個節目最特別就是 有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是在戲裏面 他點了出來 但他都沒有將那些東西再深化去講 就是說在劍橋裏面 最少有五個蘇聯的 突破的心偷者 進來的 他們那個作用 是不是就這樣 叫做拿情報 解情報之後 那時候 又將它 作為一種叫做兩頭蛇的形式 去提交了給另一個地方 還是它裏面那裏 還有一些關鍵的意圖在那裏 所以促使到 現在人們都在懷疑 可能這個劍橋裏面 不止這五個人 就像剛才說的 就是牽涉的人物 最有趣就是這件事 牽涉的人物 或者有沒有第六個 或者怎樣 其實到了現在 很奇怪地繼續有推測 是 這個情況 我要補充一樣 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Macam Turnbull 話說他今天 盛傳他有可能取代 成為現在的澳洲自由黨的總理 成為下一任的澳洲總理 他就是當年和這個作者 在澳洲打官司 要出版這本書的律師 OK 好了 剛才幾圖問的問題 我應該這樣說 就遲至今天 這位John Carras 被指為劍橋的無間道第五位 都未是一個定論 是 如果你看維基的百科 他都說被稱為 但是呢 其實我想這個差不多 叫百分之一百肯定的了 百分之一百肯定的原因 就是因為連他自己都認 他自己都說有做 但是認得不夠詳細 就是到死的時候 他就有寫時轉 但是呢 有很多人懷疑 他跟蘇聯做了特務的情況 他沒有完全說出來 但是這個書的作者 這個Peter Wright 這個報諜者 這個MI5資深的特工 其實是當年六十年代 他爆了出來之後 是親身去問過他 跟他談過的 他跟他談 就不像現在我們 譬如我們看到 其他這些獨裁國家 可以打理 可以成的 因為原來當時 他已經離開了英國 他知道他走到 聽說他去了羅馬 意大利 但是哄他回來的時候 都沒有說明 立刻要拘捕他 但是希望在他口中 口中透透多些資料 就是究竟當時 他們跟蘇聯做臥底 透過什麼方法 去拿這些東西出來 以及給了多少東西 史太林或者蘇聯的政府 當年他在Bandry Park 裏面做的時候 其實是把那些廢紙 即是用完之後 應該要燒掉它 或者要毀滅的 就放在自己的褲裏面 拿出來 然後透過一些方法 給蘇聯在英國的接投人 由此令到蘇聯知道很多事情 這是其中一件事 理論上這個問題 對英國的打擊 或者戰略的問題 就不是那麼大 第一件事 令到大家入口都相當擔心 或者起曬抗 就是這些英國的臥底 是透過一些不同的方法 是參與了美國的曼哈頓計劃 甚至英國的核武計劃 而給了這些最機密 當時最尖端的資料 就給了蘇聯 這件事 大家聽下去 似乎覺得 好像跟第二次大戰 似乎相距不遠 但我告訴你 其實那個客觀效果 是影響了很多人 甚至我們 為甚麼是我們呢 那個原因是很簡單的 就是因為 他這班英國的臥底 特別是劍橋幫 其實牛津都有 不過牛津那個沒有那麼出名 劍橋這班是經典 就是為甚麼呢 他們將這個 曼哈頓計劃的資料 給了蘇聯之後 變了當時美國的 原子彈的壟斷就喪失了 是 史特林夠膽在不同的方面 跟美國人對著幹 其中一個導致戰爭 就是韓戰 現在翻過來看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 當時史特林夠膽 在這個 容許金日成 走去進攻南韓的原因 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已經發覺到 不只是美國 即是他已經有一個優勢 美國沒有 就是他已經掌握到原子彈的秘密 所以就不用怕 有甚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只是美國人扔完蛋給他 而他都可以挽擊 打韓戰呢 事實上客觀地 都影響了今日的香港局勢 大家知道當時韓戰的時候 香港哪些富豪是發達的 當然 如果當時不打的話 台灣的命運又跟今晚不同 因為美國第七艦隊 就不會進駐台灣海峽 整個形勢 不到今天我們在這裏 整個世界版圖的形勢 也重新寫 不到我們今天在這裏 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就像用白傘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有時細節的東西 就是這位朋友 今天我們看過戲 但是今天我們之所以在這裏 講話 間接著都跟那些威朋友有關 是 很很有趣的 不過這個不激透 因為他裏面 其實都碰到台長他講的問題 其實就是講 我們可能認識所謂特工 可能都是叫做很片面 就講到特工繼續做那些事情 即是怎樣交換情報 或者索取情報這麼簡單 但是在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特工有時 他在玩遊戲 就是一個遊戲 當然是遊戲 對 這個遊戲裏面 他不會就這樣 我身為特工 就有一個 好像鐵金剛那樣 奈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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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 他究竟對這些情報 或者他解駡到德國的情報的時候 得到這些資料之後 他怎樣運用呢 是在玩什麼遊戲呢 這個反而是最關鍵的 是的 而我不斷強調 這個遊戲 或者它裏面最深的機密 都到現在都未清晰 是的 因為裏面在傳了很多東西 我將來會講 其中一個例子是什麼 就是有很多著名的人物 都有可能牽涉其中 甚至是做過一個蘇聯的臥底 特工 其中一個就是羅富齊家族的一個成員 叫Victor Rothschild 這位人物在英國的政界 或者商界相當之著名 亦都是這班劍橋幫的朋友 因為他自己也有劍橋 是 另外一個就是將來 如果我有機會再講 就是維根斯坦 再講 提一提 維根斯坦是教過圖靈 是他的好老師 是的 戲裏面有沒有這個 都有講過 有嗎?有嗎?有嗎? 即是說推介 那時候都是他有份推介 如果是這樣 就不怕把他拿出來 維根斯坦是一位奧地利的哲學家 他移民到英國之後 成為劍橋大學的教授 在班上他跟圖靈有好結智交鋒 涉及到這個數理邏輯的問題 詳情現在不講 因為技術性太強 但其實這個事有證明 他在想的問題 就跟圖靈想過問題 雖然大家截然的態度相反 但是是刺激了圖靈 即是跟圖靈入口 圖靈的招牌貨 電腦有關 這位就是維根斯坦 現在有盛傳 其實他可能都是曾經做過蘇聯的特工 但是不是我們不敢說 因為這個似乎現在找不到一些很實在的證據 傳就是這樣傳 好了 整件事究竟又如何呢 實際上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究竟是發生甚麼事呢 很簡單的 現在就給了這麼多人物給大家看 究竟他們是甚麼人 現在有五個人 這裏出不了 為何會這樣 變成另一件事 變成另一件事 開始有人已經在電腦那裏 搜尋到你今天講的問題 不是不是 要趕一趕 可以了 提了 這個就叫做劍橋五人當 現在戲裏面 其實有一位人物涉及到的 就是John Carcross 但其餘的人物是甚麼 其中最著名的 這個就叫Kim Philby 這就是大哥 整件事是大哥 是 其他人物包括有 Don McClain Guy Burgess 還有今天重點說 最後第四節會說 Anthony Brandt 因為我估計現在 嘗試解釋為何 在陶寧這個事件 或者這個事隔幾十年的事情 到今天都是繼續保密 我估計答案在他身上 他都是特務 簡單說 這幾個人是怎樣揭發 或者他們重要的地方是甚麼 最重要是Kim Philby 這個人 他就是臥底 無間道之王 因為 這麼多無間道之中 他對蘇聯的貢獻最大 也在他最危險的時候 他逃到老 逃亡到蘇聯 結果最後 在蘇聯度過他的餘生 官街好像去到將軍 他死亡的時間 大概是蘇聯解體的前幾年 蘇聯是發行的郵票紀念他 其中的貢獻是甚麼 這個事件也是相當重要的 相當轟辱 當年大家記得 我們以前說金利迪暗殺案 暗殺案之前 他上任之初 大家記得有豬灣事件 就是當時 金利迪上任之初 CIA老點他 中印情報局就說 總統 我們有一個很周長很周長的計劃 卡斯特羅是共產黨 現在我們組織了古巴流亡分子 反攻 一反攻 就好像所有的古巴人 都會起來 推翻卡斯特羅 結果 中印情報組織了古巴流亡分子 去打入豬灣的時候 就發覺完全不是那回事 第一件事 就是人家所有準備 知道在那裏登陸 上岸就被人打得好像 尼雅那樣 第二件事就是 卡斯特羅的政權相當穩固 穩固到今天他都未想 這件事過了之後 金利迪誓言 如果他有機會 就將中印情報局 撕成碎片 為什麼這個豬灣事件的時候 就是一上岸 對方就好像事先已經了言之空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這位人物 就是他 因為他知道了 他通了水比 蘇聯就跟著告訴卡斯特羅 是 弄了這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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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涉及到這個人 他臥底的情況 很早很早已經知道了 但由於他太狡猾 或者他那個人脈太好 結果拘捕他不到 還被他走了 裡面涉及到他的情節 所以這本書裡面 都有詳細的一個表述 由於這本書這麼厲害的時候 所以下一任的MI5 近代的一位女兒的老鼎 Stella Raymondon 她寫這本書叫做Open Secret 出了都不是太久 書相當之易看 就稱之為前導MI5老鼎的自轉 裡面沒有什麼秘密 唯一一樣的搞笑是 近乎我們知道 葉劉淑儀前保安局局長 被人騙錢的情況 他家當他做了老鼎之後 被人爆隔 入屋爆隔 是的 幾次都不知道 不止一次 這本書其實是不斷針對Spycatcher 去講的 就是講他裡面 怎樣爆英國情報的東西 有一點點不事微疑的情況 但是這本書坦白說 它《足夠的秘密》 遠遠沒有這本那麼多 所以這本書值得看的地方 就相當之多 題外話這本書 其中有一頁對我來說 特別醒神 話說這個作者有一天 他有個低級少少的累積員跟他聊天 這個不止是183頁 所以大家都… 即是他在澳洲那裏還是在MI5 出版是在澳洲 但他說的情節是在英國的 即是他正在做的時候 其中一頁 我希望下一節找得到哪一頁 突然間有個女職員問他 你是不是共濟會的成員 他自己說 當時馬上投學我 為何你這樣問我 都不懂得回答他 那個女職員就說 如果你不是共濟會 你沒有機會升級 好 整本書 只是這一頁說這件事 是的 好 那我就… 因為雖然來太廣大 但也… 他也引以為寄寫回去 對 雖然不到 就一個叫歷史人記 有位女職員這樣問我 是的 這個純粹離題話 講講一下已經是第二節 可能資料太豐富了 這一節完之前 就要講講究竟 他在裏面透露了 為何會捉到這班人 是的 捉到這班人 事實上跟陶寧的情況 做的工作是有少許關係的 就是因為 去到大概40年代末期 或者20年代初期 美國有些情報人員 或者解碼人員 就開始研究一件事 就是在蘇聯的外交人員的通訊裏面 有沒有找到一些 他們從事特務的一些線索 於是當時有一個叫Vinola Project 這個現在你在維基百科還看到 就是這個專攻是美國人做的 美國的特工做的 就等於今天的NSA 即是前身 就是由1943年開始 80年代1980年 就專門偷看蘇聯的外交人員的通訊 是 竟然在裏面找到蘇聯的招攬 和取得分別是英國和美國 臥底的一些情報 而最重要包括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整個曼克頓計劃 被他們找到 找到 由於找到出來 蘇聯的製造原子彈的速度 是驚人地快 在短短幾年之內 美國人有了之後 那個壟斷的情況已經被蘇聯打破了 從而整個西東西方陣營的權力的均衡 就出現了變化 由於這個那麼重要的公職 就令到當時這個Rinoda Project 就引申了很多問題出來 據說這個Project 直到1995年之後才是解封 但是這個解封的速度 是遠比英國化的 因為裏面看到很多問題是什麼 就竟然發覺 原來大量的英國官員和美國官員 都是蘇聯的臥底 而最經典就是剛才我們說了五個人 的其中四個 是 其中四個就因為這個解碼 就知道原來他們一直都嫌疑 在做這個蘇聯的臥底 至於說這個Project 這個反情報的工作 挖到那麼多無間道出來的時候 第一是什麼方法 第二個結果是什麼 第三次回來再說 普羅政治學院MyRadio 維園年宵約實你 和去年一樣 2930號檔位 精算產品包括 蜜通匪雷 夜光特別版 身土不義愛香港 咳神首筆 陳雲國師 成邦會戰勝歸來 還有抑問身書 本土民主反共正論集 歷史幾寸都有 十大權神修訂版 李怡先生新作 最壞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記得入場支持